李麗珊為本港奪得歷來第一面奧運金牌 曾蔭權和周南都祝賀李麗珊 稱他為港人爭亡 奧林頓承認美國受到國內外恐怖主義夾攻 各位新聞的詳細內容 馮先生本港自從1952年參加奧運會44年來 終於取得零的突破拿到第一面奧運金牌 是的 這一面奧運金牌由香港的滑浪風凡好手李麗珊奪得 他謙虛地說這一行樹榮屬於每一個香港人 他又說證明了香港的運動員 是有能力贏出更多奧運獎牌的 王文傑說 唱聖的響李麗珊就成為香港歷史上第一位奧運金牌得主 而最難能可計的是他在香港土生土長和接受訓練間 Yes 恭喜你 我想立刻訪問你 慈慕古人後無來者 第一塊香港金牌 有什麼感覺 他想不知如何說 傷口 你有沒有跟Sam說過事啊剛才 Mauveless race Where was Barbara? Where was Barbara? I don't know I'm fine, no problem 有什麼想跟家人說啊? 我想 我很感謝他們 我想 我要感謝很多人 但我想不到 開心得想不到 而李麗珊在返萌岸邊之後 是第一時間接受本台體育組的同事 長途電話去祝賀的 Samson 謝謝 謝謝 我是Villiam沈,我在等你 好嗎? 搞定了,沒問題了 恭喜你,我們為你鼓掌 謝謝 謝謝 恭喜你 恭喜你 阿偉翁還沒試過這麼激動 他真的要跟你說話 好,真是的 不知怎麼說 不過你就是 你厲害 你厲害 你為我們香港人爭光啊 Samson 謝謝 很開心到說什麼 我們都很開心 不僅是你開心 我們都很開心 都很重要 覺得非常之好 謝謝 謝謝 港市民,我想有大部份都會為你鼓掌 有沒有事需要說 我想要跟隨 我想要多謝所有支持我的朋友 所有我的家人 包括今次幫我收這個金牌